香港四面环海 是郊野亦有不少河流和水塘 但是在城市里面 能够被人接触到水的地方 就少之又少 以前商场里面的音乐喷泉 和在公共屋村里面 形形色色的水池 这些景象 都是不少香港人的集体回忆 但是在今时今日 基于种种因素 这些城市水景 有些已经停用 有些已经拆了 也有些已经改造其他用途 据我所知 其实在七八十年代开始 因为香港很多公共屋村 希望有些自然环境 在防控处造的原类师 都带入了很多水景的元素 有些是自然的水景 有些是悬林的水景 有些可能是喷泉式的水景 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有些小朋友玩水 就有一些意外发生了 之后就有很多管理上的一些想法 就说不如不要液水吧 本来有水的地方就变成没有水了 但是问题就是在于 这些水景其实有没有存在价值呢 我想就是人类的本性 其实亲水是一种很自然的倾向 只不过我们将城市化慢慢去 我们所谓的石屎化之后 很多自然的元素 包括草木或不同的水体都消失了 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重新再恢复呢 自己做游乐场也知道一样东西 其实水是很棒的 游乐场原来有很多元素 其中一个元素就是有没有大自然的元素 包括什么 沙、水 不是各种游戏的媒体 他们都给到它有感官的刺激 水正正就有这一样东西 如果我们自己做创作或设计 大家经常觉得香港会有些 怎样的呢 其实实际上的话 你会发觉很受的 而导致当有些比较新 甚至乎拿了一些外国泥紙 通过和他们偷通的时候 他们会说香港这些不行的 城市水景有很多可能性 可以用来观赏 亦都可以被人玩的 位于台南市中心的河乐广场 是当地市区最大型的亲水设施 在设计上 它结合了生态景观和循环水系统 水位能够随着季节而转变 市民除了可以走进溪水池里玩 还可以参加不同的文娱活动 亲身和水接触 河乐广场其实解释给大家听 不会做不到的东西 主义民舍不是技术上做不到 我觉得它面对的东西就是 文化上 管理上 甚至乎使用者对这方面的东西 接受 未得 城市水景不单单是指人工水体 也都包括水塘和河流 有些地方就比我们走前很多 例如新加坡的水塘和水道 不只是用来供水 还融入市民生活当中 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主导和兴建了一条 连接两个水塘的水道 贯穿整个住宅区 除了可以在河半长浪散步 市民还可以在水道上玩水上活动 充分展现出城市人和水共存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再思考水体在城市的关系里面 其实它不应该是装饰性的 它应该是有一个功能性 甚至有一个教育性在里面 在香港18区里面 唯一是黄大仙区没有海岸线 所以启德河对于这个区来说 是很重要的一个自然的水体 我希望长远来说 我们真的可以开放河道 让我们有足够安全的设施 令到不同的小朋友可以回想 我以前走下去这么骯髒 现在走下去是干净的 可以玩的 有水有雨 是否一个很开心的景象 我觉得暂时是一个愿景 暂时是一个愿景 但我觉得是可以此一可待 在香港建设各式各样的城市水景 并不是天方夜谭 这些设施可以令市民大众 体会到亲水的乐趣 同时拉近城市人和水的距离 而我们相信 创造和保留城市水景 长远来说 不单只可以改变市民对水的观感 也会为香港的社区 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estone 感谢观看